- 生川葵 - 生川葵 - 生川葵 大家有聽過生川葵這個人嗎 他是一位日本女藝人 經常在節目裡面 跟各種領域的大師學習 然後在極短的時間裡面 就學到這個大師 可能數十年才研究出來的技術 那生川葵本人也因為這種 超級模仿力跟學習力 被網路上鄉民稱為 製播葵 相信各位之前 如果有看過我試的布克牌 那支影片的話 應該對生川葵不陌生 不過呢可能會有人覺得 生川葵他就是節目效果嘛 其實他有沒有可能 不是真的那麼厲害呢 這些人的臉現在應該是蠻腫的 因為幾年前 三川葵他有上節目挑戰過 競技碟杯 然後幾個月前 代表日本參加 2023世界競技碟杯亞洲錦標賽 居然拿到了好幾面獎牌 代表他的學習能力 確實是貨真價實 那作為一個新奇事物愛好者 其實我從以前 就對競技碟杯非常有興趣 一直想要體驗看看 所以前這次看那個新聞的時候 就一時衝動 把神組競技碟杯用的東西都買回來啦 那我本來以為競技碟杯就是杯子而已嘛 結果沒想到杯子還有分 而且除了杯子之外呢 還有底下的這個電子跟計時器 所以呢在開始之前 我們就先來感受一下這些東西的差別 到底在哪裡吧 首先呢是這個杯子 我們這次準備了這種 150塊一組的便宜杯子 還有這種 1200元的 有經過世界競技碟杯協會認可的競賽用碟杯 因為我非常好奇 這個價差到底具體會展現在哪裡 所以我兩個杯子都買回來啦 那中間這個電子呢 我覺得應該也是可有可無啦 它就是一個吸音檢證 我們先來感受一下 沒有這個電子的感覺 首先呢是這個 150元一組的 最便宜最好入手的 就是沒有電子 也不用計時器 就拿一個杯子就開始玩了 那這樣子的話 就拿一個 爵士 OK 我知道價差在哪裡了 不是啊 你中間都 開了 你中間都已經打動要防止那個馬勒寶了 為什麼它還會吸住啊 另外一組會嗎 另外一組還有這個耶 這隻好酷喔 這可以直接 它中間這一隻 還可以給你寫名字耶 好貼心喔 OK 另外一組會嗎 滑順 超滑順 對嘛 價差在這裡喔 它的 那個 摩擦拿起來的那個手感 真的有差耶 差很多耶 你看這組比較貴的 它整個就是非常的光滑 然後拿起來的手感非常的好 然後這一組比較便宜的呢 它 就整個是一個 出處超超的 然後拿起來的時候 手感 就好像 沒有旁邊的那個光滑那麼好拿 而且 它這個塑膠色素的品質 有一點稱之不齊啊 它這個這邊是 有一個微妙的突突的地方 然後這樣放進去 它就微妙的卡住 一百五的杯子就不要太苛刻了 OK 那我們來感受一下 這個 比較貴的杯子 喔 喔 舒服 完全不會有剛剛卡住人的問題 喔 欸 真的很舒服耶 哇 那個手感 哇這個手感 真的差太多了 OK 所以 果然是一分錢一分貨啊 你先說先疊那個嘛 欸 你說先疊這個嘛 那是游攝入檢的 喔游攝入檢難是不是 喔也是啦 因為一般人第一次體驗 不會拿到一千塊的杯子嘛 我們 就像普通的 那競技疊杯主要的比賽方法 有333 363 跟一個循環 那因為今天是我們第一次體驗這種競技疊杯嘛 所以我覺得我們不要做到太難了 我們體驗一下333就好了 那 333呢 好像是 這樣子 好 三個杯子 然後把它 做成這樣子 我們 不會算數 做成這樣子了之後 好再把它 恢復 好 這樣子 看看 多少時間 欸 一般人如果沒有我剛剛買的那種計時器的話 是不是就只能用手機計時啊 這樣會準嗎 就變成 一個馬表 然後 按 按 按 這樣子吧 按 按 喔這樣子誤差很大耶 再用像這種很讓人生氣的杯子的話 哇 我第一次 8.98秒 還要收回去 還要收回去 對齁 欸 7秒 欸 收回來要從第一次開始收 這樣這不是第一次體驗啦 我已經用了兩次啦 來 せーの 好 從這裡收 這樣嗎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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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計時器好像是有必要的耶 不然那邊是一直被偷吃掉的一些時間耶 我現在的時間是7.9秒 插頭去尾 扣掉那些被吃掉的時間 差不多應該是7秒左右 第一次333 7秒 算怎麼樣的成績啊 欸 他附了那個說明書裡面好像有分時間的參考 來囉 啊 他說 初學者10秒 熟練6秒 很快4秒 世界級3秒以下 欸 我忽然覺得好像有戲喔 我剛剛這樣子第一次玩 7.8秒左右 而且還是用那個奇怪的計時器 我覺得 我是不是還行啊 我們拿這個來感受一下 來 欸 不是 6.36秒 我已經快要變成熟練的人了 而且 欸我發現 欸有這個電子差很多耶 你們聽看這個聲音 跟在電子上的聲音 欸 差超多的啦 有沒有 差超多的耶 喔有電子有差耶 OK 所以旁邊的這些設備是這樣子的喔 所以如果在家裡練怕吵到家人的話 好像應該要有一個墊子喔 啊 OK 好的 那我感受完這個 比較便宜的杯子了 那我來感受一下 尊絕不凡 競技碟杯 專用的 碟杯 來 錯屏 阿 7.04秒 哈 我這邊做錯了一個 我會把它摆回去 我這些還跟旁邊一樣 喔我覺得這方面也是因為我開始慢慢熟練啦 其實我覺得我還可以再飆更快 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滿 講出來 我差點要亂說話 差點要說其實滿簡單的 我覺得應該可以再更快 因為我發現我其實每次做的步驟是不一樣的 有時候左手有時候右手有時候弄這邊有時候弄這邊 我覺得那種世界級的他應該就是有找出很多自己的美感 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 我們先練基礎了好不好 我們今天有沒有機會 直接挑戰世界呢 來我們再來多試幾次看看 退步 5.01 4.88 好像有點瓶頸耶 因為你會怕他會掉下來 對 4.44 4.63 我覺得好像需要開始找一些方法 因為到目前為止我是沒有看教學 就是人家要怎麼疊左手怎麼放怎麼放 我就是自己靠感覺 覺得怎麼樣對什麼順怎麼來 難道其實有更快的方法嗎 不然我來看一下說明書 他的做法怎麼樣 沒錯啊 然後 沒錯啊 所以我無視自通就感覺出了最順的做法 那接下來就是一個穩定度了嗎 好那我們就多挑戰幾次 今天的目標是 進入世界的領域 3秒 3秒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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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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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來 拍點拍拍 直接吐...吐沙 喔 4秒07 好像要再更狂野一點 不要太優秀 3秒81 終於到4秒內了 我發現啊 它的眉嘎就是 不要太溫柔 就這樣子 真的就這樣子 這樣子就會變快 有沒有機會見到世界級呢 3秒 我覺得... 3...3...3秒 3秒就有點硬啦 我覺得...我覺得3秒5好不好 微世界級這樣子 OK 3秒73 3秒73 是不是進步了 是剛剛3秒81還82 再往後 啊... 各位,終於 壓近3秒50 裡面了 各位 3秒...39 耶 啊.... 不就是疊個杯子怎麼可以這麼喘 我告訴你 可能很多人跟我剛開始一樣 覺得不就是疊杯子嗎 怎麼是競技了 又怎麼是運動了 我告訴你你自己來玩玩看 真的很累 主要是因為這個桌子啊 它不高 他們那個規定好像是72公分到幾公分的樣子 我這個桌子它是80公分已經稍微比較高一點了 不然的話我操作的範圍應該要更低 也就是說我的馬步 我要蹲得更深 我發現我還穿著 發熱衣 ok 然後我剛剛 差不多在這邊練習了大概 一個小時左右 也就是說呢我剛剛這一個小時 就是一直蹲著馬步 好 不只蹲馬步累 而且一開始啊我會想要溫柔的這樣放 要確保它不會倒 但是後來我發現我要吹速度的話我一定要非常果決 非常快速的 然後就到下一個 所以如果你想要體驗一下大人玩這個競技特別有多累的話 你就去那邊 蹲馬步 這樣揮一次大概4秒 你這樣揮一個小時 看看你會不會累 超級累 我中間真的是改了很多方式 終於最後3.39秒 雖然說離世界級了3秒還有0.幾秒的差距 但這個我真的覺得這是練習量的問題 因為我已經是用他們一般的比賽的時候所用的手法了 誒說到這個手法 我一開始在收的時候啊 我還傻傻的這樣 1 2 1 2 1 2 同樣動作做3次 但是後來啊 我看了一下人家比賽的影片 我發現 誒 他們第一個收完了之後 後面兩個 是同時操作的誒 甚至我去查了一下那個世界紀錄保持人 他的操作甚至是更風騷 他第一個這樣子收好了之後 手回來的時候呢 稍微輕輕這樣子碰一下 把中間這個碰掉 然後再過來 我看了好幾次我開0.25倍數看 這應該不是不小心碰到的吧 這絕對是故意的 就這樣子 人家1.多秒的操作就是這麼的風騷 哇 所以我覺得以我第一次接觸競技疊碑的人來說 練一個小時到3.39秒 應該也不丟臉了啦 畢竟我也30幾歲了 那個手腦協調還有反應速度等等的 應該都是比不過年輕人 誒說到這個我去查一下那個世界最速紀錄的寶石 誒他分超多組的誒 這個速度如果可以維持到75歲以上的話 誒我就是世界冠軍了 好啦 哇雖然說後面還有個363跟Cycle 但我覺得這個部分呢 誒就留給大家自己去體驗看看吧 畢竟我覺得競技疊碑我這樣子玩了一下 真的還蠻推薦給你們玩玩看的 尤其是特別適合小朋友 因為這場運動的進行的時候 真的是非常考驗你的手腦協調跟專注能力啊 經常在練習的話 誒應該對深情發展都會蠻有幫助的 雖然啊各位如果對於這個競技疊碑有興趣的話 這個門檻也不高啊 這樣普通的一組才150而已 誒就說我現在已經練了一下了 拿這個150的來做333 會是什麼感覺 誒333怎麼做 啊想起來了 誒3.89秒 我感覺其實 手感方面 有可能是因為我菜啊 所以手感方面 這樣子用起來 好像沒有差太多耶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剛入門的話 真的這種100多塊的杯子一組就好了 然後你也不怕討論人家 就那氣口口氣這樣子練 誒我覺得這樣子好了 不用像我一樣 刷神經一開始就弄了2000多塊的設備 好啦 那以上就是跟各位分享的這個競技疊碑啦 真的還蠻推薦大家去體驗看看的 那如果看這支影片呢 你剛好自己也有在玩競技疊碑的話呢 可以在底下跟我們分享你最快的速度是多少 我感覺流氓區應該會出現很多世界冠軍了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啦 如果是喜歡的話可以點個讚 就是攝影看一下這支影片的話呢 可以幫我分享給他 那如果想要看到更多這樣子的影片的話呢 也可以考慮使用超級感謝 或者加入我們的頻道會員來支持我們喔 好啦 那今天謝謝老師吳子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下次見 就有最後一次 我們下次見 你確認 我先回來了 我們下次見